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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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波内围 哎呦 漂亮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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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得咋呀 漂亮啦 相信我 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爽的 中日对抗赛 中国小伙和日本选手 对红上百拳 打到驼过血流也不停手 谁退后一步 谁就是孙子 我们欢迎中国冲天炮 杨华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 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 没有错 我相信平红前 有很多观众朋友们 很喜欢看爆打小鬼子的对局 当然包括我自己 也很喜欢解说中日对抗赛 好 来看一下首先登场的选手 他就是人送外号 冲天炮的杨华 好 为什么要冲天炮 我们看他手里边拿的东西 观众朋友们 这是一个火箭筒的弹药 这是一颗炮弹 没有错 这个杨华今天来的一台 并不是要炸了那一台 而是要炸了小鬼子 没有错 杨华说了 要把这个小鬼子 用他的重拳炸到粉身碎骨 好 没有错 比赛马上开始 那对日本选手 就不给他做出场介绍了 因为他不配 他在我这里他不配 好 比赛开始了 来看一下红色全套 白色短裤便是杨华 人色外号冲天炮 那目前的话 他是有着一个对日不败的战绩 已经击败过很多日本选手了 好 再来看一下蓝方选手 蓝色全套 这个小子就是日本选手 他叫班若 那在日本的话 班若是一种鬼 是一种恶鬼 比方取了一个鬼的名字 赛前在换衣尖 这个班若呢就挑衅杨华 他说呢 以往和他交过手的中国选手 都是站着进来 躺着出去 但是如果你在擂台上 一会给我跪下来磕头认错 我可能大发慈悲啊 饶过你 好 观众朋友们 这小日本子就喜欢 我说最狠的话 挨最毒的打 哎 中国踢馆还这么狂 好 这里非常少说 看一下比赛 洋华一上来拿得不错 哦 要小心 对方拳很重啊 漂亮 用这个下压的技术动作 接腿 早睡一下 你再开始 洋华打的并不是很适应 因为对方啊 他是一个反压选手 好 台下的美女 母女俩 再给洋华加油 那样洋华的女粉丝啊 还不少 洋华打的很不舒服 因为这个日本选手啊 他是一个 反驾选手 我们看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来中国参赛的日本选手啊 有三分之一都是反驾选手 很格路啊 很特别 好 漂亮 实际上 实际抓得很准 对方踢腿的一个防守空挡 双方啊 都是拳法上比较厉害 尤其是洋华 他的外号叫做冲金炮 之前经常用重拳 把日本选手 打到催金乱舞 哦 漂亮 先手拼勾 后手摆拳 哎呦 这个打得太准了 前摆后直 哎呦 反正胖们啊 我们看日本选手不行了 呃 这个小日本这么不精打啊 我还以为他很厉害 呃 但是去日本官方所说啊 他的确打赢了非常多的中国选手 但是啊 据小刀媒体说呢 他好像打的都是一些个什么留学生 啊 一些个大学生 好 没有错关了跑分 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 打得非常的精彩 那么进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 呃 第一回合杨华是有一次独秒啊 呃 这个优势很明显了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双方啊 比赛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 精彩的对局 如果你也喜欢看暴打日本选手 如果你也支持中国选手 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啊 因为这个比赛是越大越精彩 就心里话啊 这真是我看到 中日选手之间啊 打得最凶狠的比赛 一个问题哈 说觉得这个班若哈 有点这个泰拳的影子 是 他虽然说没有过习练泰拳的经历 但是他和泰国的一修交过手 啊 嗯 我们日本格斗媒体啊 说班若是出了名的鸡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无论遇到谁 他都敢于去竞争 无论你是泰拳啊 还是这个空手道的高手啊 他都敢于去竞争 所以这个日本的全民也比较钦佩他 大家看他的前手啊 就是他应该反架嘛 就是说前手 所以中线还是有得一打杨华 对 哦 刚说完中线还是有得一打 是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啊 看杨华这一拳 哦右手直拳 哦这一拳只打到对方的这个屁股上了啊 打得很实在 好 进来看一下双锋啊 第二回合接下来的表现 杨华就是属于这个 你说论全面技术他没有那么出损 对 但他就有一招 这个后手拳 第一招先够了 对 漂亮 漂亮 好精彩 好精彩 男生旁边我们看杨华已经有点打疯了 啊 刚刚对方在倒地的时候 杨华都想去补拳了 哎有机会 晃了 哦这个日本全手很抗打呀 他的恢复能力很快 好还是前后的摆拳打得非常清晰 杨华今天是不管别的啊 就是要和你这个拼拳拼到底 终于有就是膝盖着地的动力 又是往里压后手 63公斤级的体重 杨华的后手能打出67的力量感 所以这个真的是跨级别的 让他中线的开口 其实本身打63也是杨华升重了 那杨华长度是个赛60 60 一直打的也都是60 上钩 一 魏瑞也在边角啊 也为在为杨华这个支招 是的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 没有错啊 腰刀魏瑞就在台下 一般有这个中日抵抗赛啊 魏瑞都会来啊 为什么因为他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对日经验 还会毫不保留的啊 告诉中国中国选手来指点啊 来指导 但观众朋友们今天我的确是有一点呢 比较担心杨华的体能问题 因为双方啊在比赛的前半段打得太凶了 那不知道一会到了第三回合呢 双方会有怎样的一个状态 好的 哎呦双方打起了内围啊 两个人都是有点点这个泰拳的勾底啊 都是有点顶膝 但是呢都不是很强 都是很一般 这个动作明显的看到日本游团的两个拳套 是在杨华身上的背上贴着的 就是有主动固定对手的动作 又是一个后手 漂亮 还是要压后手 好 杨华今天 太精彩了 就是 拿好前 拿好前手 压后手就行了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比赛马上来到今天的第三个回合了 那在上一回合我们担心啊 说杨华的体能上今天会不会有问题啊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因为在前两个回合打得太凶了 把这个小日本子真是当成个靶子啊 和地方这打也是打拳的 这点这就是在拼命啊在拼命 好 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回合的对局 观众朋友们新闻要做过 这个比赛 冲天炮杨华对阵来自日本的班若 两个人一个正价一个反价 所以杨华压后手自然就是比较顺 而且对手又给他留了一个不错的空间啊 对我们说 后手拿的比较低 对他现在可能打的会更顺一些 而且第二回合打出来了一个 5秒之后啊 已经是10比8了 对 这优势已经散了 那最后稳扎稳打 就可以 问题大 因为是这个时候 对 要小心啊 要不敢大意啊 还是要 还是在压中线的后手 还是要稳一些 实际上本场比赛 我觉得杨华的拳法呢 这要比对方啊 这好很多 你看这个对方的这个日本拳手 小日本子啊 他就是打摆拳 说好听点是摆拳 说不好听点 对方打的就是王墨拳啊 没有章法 而杨华他的拳很准啊 尤其是后手拳 他的后直啊 真的像一颗定向导弹一样啊 专门炸这个小日本子的狗头 心机精神和意志品质就比较好一些 是 船的力量赶在第三分合一眼保持的不错 对 不能够夹对手的手臂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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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漂亮 对 中线的后直肯定有 是 一打一个准 只要能逮到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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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杨华可以把距离再放一放 是 就是没有必要跟对手去取内围啊 哎 这个距离就非常合适 虽然说本场比赛已经到了第三个回合 但是我们看杨华和这个日本选手啊 打的还是很激烈 那么双方的拼拳啊 从开始到结束 现在还没有停 好 飞机 哎呦 这一下差一点 我们看这个小日本子啊 他的脸上开始流血了 到最后的40秒钟 看杨华好像是 哦呦 他还在寻求这个KO对方的时机 他不想就这么结束啊 他不想打分 他想KO 好 这每一股是最容易开口和流血的地方 我的嘴 不是他的 对 接着压后手 哎 两个人拼一波内围 哎呦 漂亮了 太燃了 这杨华后手的版权还是可以轮到 两个人这一波拼拳简直太燃了 对 这波内围打得 太燃了 哎 漂亮 漂亮的底细又改一个 哎 哇哦 好精彩的一场比赛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 本场比赛精不精彩好不好看 哦 这场比赛我们的中国小羊杨华冲天豹啊 在比赛的最后30秒钟和对方的日本拳王 展开了一波非常炸力的拼拳 哇哦 这场比赛的确太精彩了 哦 呃最后的30秒 我觉得胜过整场比赛的9分钟啊 最后30秒就够用了 还是来自于班若 右侧上眼俭的位置的血度 好 好 让我们恭喜杨华 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下您的收看 与支持 在此衷心感谢 好了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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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